自己到底适合多长的头发 发型的选择原来 还和你这两大要素有关呢 PART1 看身高小于等于158厘米 肩膀以上的短发长发 其实属于容易压个的 158以下的女生身高算偏娇小 其实很适合短发光 比如短发最经典代表之固定 郭彩杰的官方身高是158厘米 在女星中个子算矮的 长发的发型虽然也可爱 但是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显得人更加矮小 短发擦起丸子头或者半丸子头 更加拉长身高比例 因为短发对小个子来说 减少了发型占的比例 光视觉上就让身高不知不觉 就长了不少 159cm-168cm-中长发 这个身高段可以算很外搭的女神身高了 很适合当下流行的中长发 这个长度的发型稍微卷一下 就可以时髦预解 吹拾的期间也可以活泼可爱 大于等于168厘米 过肩长发身高超168厘米 可以说非常女神范儿子了 这样 把身高和长发最配 什么黑长植 天仙卷 波浪卷通通都能偷住 看脸型除了身高 当然还要看脸型吧 脸型的分类那么多种 到底留多长的发型是何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黄金法则 5.5厘米法则 也就是说 你的耳根到下巴的高度 有没有超过5.5厘米 2.25英寸 5.5厘米是区别脸型长短的一个分界 可以自己对比量一下刀 如果正好5.5厘米 那么最标志的就是你的 长短发都能偷住 5.5厘米 偏短发中长发 5.5厘米的脸型属于比较短的脸型 比较适合稍短的发型 女神奥黛利赫本脸型其实算偏短的 短发的发型复古俏皮 而赫本女神长发披下来的样子是这样的 显得知性些 5.5厘米 过肩长发泥泥的脸型也很好看 和她身高各方面配得很和谐 不过可以看出 她耳根到下巴的距离会比较长些 再次